聽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聽《細說人生》 我是鍾家衛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最近聽到的小故事 在一個家長會上 老師在黑板上 寫了四條數學的問題和答案 第一條是2加2等於4 第二條是4加4等於8 第三條是8加8等於16 第四條是9加9等於20 那些家長都紛紛地說 你計錯了最後一條了 老師轉身過來 慢慢地說 沒錯 大家提得都很清楚 最後那條是計錯了 但是前面我計對了那三條 為什麼沒有人讚我呢? 而只是看到我計錯的那一條 老師跟著意味心腸地說 各位家長 教育的真諧 不在於發現小朋友錯誤的地方 而是欣賞他們做得對的地方 教小朋友是這樣 對成人也應該是這樣 而做人更應該是這樣 你對他一百次好 他都可能忘記了 只是有一次做得不好 可能就會抹殺以前做的所有一切 這個就是一百減一等於零的人性道理 真是好像很殘忍那樣 但是細想下 很可能是你和我都有犯過的錯誤 其實我們往往對身邊最親近的人 就越容易犯這樣的錯誤 所以我們應該懂得去發掘別人的好處 無論是一個表面上多差的人 他都一定有一些長處給你去發掘的 懂得欣賞別人 其實就是對自己最大的賞賜 因為時時都想人家的好處 心懷感激的話 我們周圍的萬事萬物都變成更加美好 這樣我們就會變成世界上 最幸福、最快樂的人了 要保留著美好的事物 其中的一個方法 就是將它們記錄下來 藝術家也是退休律師的蘇珊·福克斯 就有寫感恩日記的習慣 她自從1997年以來 就不時寫感恩日記 在每一篇的日記裡 她都會記下令她感激的五件事 最近她回過頭 翻看自己寫下來的一些幸福的事 她說 有很多這類的事情 我都不記得了 但是當我翻閱這本日記的時候 我還可以感覺到那種幸福 福克斯說 努力保持感恩 可以擁有觀察事物的正確角度 你會看到 不是所有的事 都和你過不去 你身邊有這麼多的事情 大的、小的 都是美好的 好聽眾朋友 我們下一次的節目時間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